第八节整局金奖 卢西安牛头vs卡莎泰坦 因为卢西安这个英雄技能机制比较简单 在前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已经全面的给小伙伴们解析完了各个技能以及技巧 所以本节呢开始进入整局金奖 让大家呢把前面学到的技巧意识 在整局金奖中融会贯通 本节给小伙伴们带来的是韩服高端局中 卢西安加牛头对线卡莎加泰坦的整局金奖 先为小伙伴们介绍一下本场卢西安所带的符文 主系强弓 凯旋 欢欣 致命一击 副系神奇之邪 饼干 碎片选择为攻速 自适应护甲 这个时候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啊 敌方下路卡莎和泰坦都有不俗的魔法伤害 为什么小碎片不带魔炕呢 确实啊 一般像对面下路组合都是魔法伤害时呢 碎片带上魔炕的收益比较大 那这位玩家为什么还要带护甲的FB集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慢慢往后看 游戏开始后我们先在野区正常站位 第一防敌方入侵野区 Buff刷新后帮忙打野 接着与敌方下路组合一起上线 大家可以看到 敌方卡莎还是比较凶的 直接越过兵线对我们使用AQ消耗 那我们呢也使用Q技能环衣颜色 因为我们站在远程小兵旁边 敌方卡莎Q技能的弹体被分散很多 而且呢我们Q卡莎的同时还把刀给捕到了 所以这波换血呢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因为敌方卡莎Q技能的AO也导致我方小兵死亡较快 所以呢我们也是很稳的直接后撤 不再给消耗机会 一是因为我们一级的战斗力并没有卡莎强 二是因为牛头也需要二级才有作战能力 所以呢我们对线这类一级比较强势的英雄呢 完全可以放线等待二级 看见敌方小兵快要死亡呢 也只是向前击小步吃掉经验 一级时呢只需要利用Q技能稍稍换换血即可 我们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越来越强 一级被压制非常正常 我们也不用着急 小不忍责乱大谋 耐心等待等级的提升 接着到达二级呢 那我们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秒学一技能 一套EAQ的标准消耗连招打在卡莎的身上 卡莎近乎被打掉了半血 虽然卡莎以Q技能反击 但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小兵附近 所以呢只受到了不到40点血的伤害 可以看出对线卡莎最好的办法 就是站在小兵附近 小伙伴们记住了吗 当我们达到二级后 卡莎也知道目前自己处于下风 不敢轻易的上前与我们换血了 我们就继续利用穿兵Q补刀的同时 稍微消耗一下就行 因为前期一级的退让 所以这个时间段兵现在我方塔下 我们也已经三级 来到了我们的强势期 那么对手自然不敢逗留 很稳的收掉小兵后就直接后撤了 看见敌方撤退呢 我们也是很灵性的向前一步走 将小兵卡在防御塔外面 让敌方损失更多的小兵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兵线如果进塔 那么兵线就会被重置 兵线重置呢 我们就会到中心地块进行兑现 无论是对自身的发育 还是安全都是不利的 在看到敌方是补给上线后呢 那我们也是果断快速推线 准备回家 不过看见泰坦出攻命中的小兵 我们自然抓住机会 直接利用EAQ技巧进行消耗 接着本想利用兵线优势 准备进一步对拼时 没想到敌方打野绕后干客 幸好我们得益于前面的控线啊 兵线占优 而且自身的也在比较安全的位置 所以敌方打野这一波 很危险的绕后干客 反而被敌方卡杀交出闪现治疗 最后思雪逃生告终 一波战斗后准备回家前 有机会呢 我们也一定要把兵线 给推进敌方的塔下 兵线入塔呢 就能很轻易地重置兵线 甚至于反推兵线 让兵线交界处更靠近我方 这也是控线的魅力了 前期一级是适当让线 把兵线控在塔前 但是塔又打不到 可以让自己很快地 回到塔的保护范围 降低被干客的可能性 相反对面就陷入了 容易被干客的范围 配合几方打野英雄啊 或者中单 反而很容易就可以干客成功 如果我们这边有优势 把兵线控到我们这边呢 还可以把对面压出经验区 让对面连经验都吃不到 第一次回家后 我们购买了吸血鬼结账 回复药水 以及一枚真眼 真眼的作用 它的重要性 想必小伙伴们都很清楚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带真眼是辅助的责任 现版本联盟每个英雄 都最多只能带上两枚真眼 所以不管我们是在什么位置 有多的经济 带上一枚真眼 都是极好的 因为牛头出门 也带了一枚真眼 放到了三角槽里 所以我们这一枚真眼呢 直接就放在 靠近我方的槽里就行 这个真眼呢 也不仅仅是排掉了 敌方一枚事业而已 我们现在已经购买了吸血 回复能力大幅加强 况且等级呢 也已经提升上来 现在对拼 我们已经丝毫不需 敌方下落组合了 所以呢 我们必定会呈压线趋势 这个后方草通的真眼呢 也能很好地保护我们 不被敌方上单 提劈绕后干渴 在看到敌方兵线过多时呢 我们也是稍作后退 等待我方小兵上线 虽然这个时候 敌方兵线过多 但还是能把兵线 放回我方塔下 不过现在呢 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因为三级后 已经是我们的强势期 拥有超高的对拼能力 换血能力 伤害上几乎不输任何AD 此时呢 我们从小兵上看到 几方打野发送 正在路上的信号 适宜要来下干渴 那现在呢 我们要沉住气 不要着急上线压制 如果直接越兵线压制 敌方想都不用想 肯定知道你家来人干渴了 所以要稳稳补刀 让辅助往前靠 刺激寻找机会 不过敌方呢 也是很稳地退回塔下 牛头现在也并没有六级 那么几方打野呢 也是放弃了这波干渴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 几方打野在附近 兵线中路呢 是有绝对限权的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 站在兵线之外补刀 敌方泰坦看见牛头之前 交掉W 以为是拨机会 所以我们补刀剑西 向我们发起进攻 被勾到后呢 也不要慌 控制结束后 先回撤到安全位置 脱离卡莎的攻击范围 因为此时身上 已经有卡莎的四层电章 看到牛头Q起二人后呢 再回头输出 在卡莎控制结束时呢 再次往后拉扯 不让卡莎触发爆将效果 等跌将效果消失后 果断一技能上前输出 牛头将卡莎顶回 因为牛头W和卢仙 Q技能交互的原因 导致我们的Q技能空掉了 但也无伤大牙 卡莎向河道逃窜 被支援赶到的中难堵截 最后我们收下人头 敌方泰坦闪现逃走 加上敌方打野前来支援 所以我们准备撤退 但是在准备撤退之际呢 看见地图上 几方打野在拼行号 是以月塔强杀 所以呢我们也是果断上前 用一套AEAAWAA的技能连招 压低几方血量 帮助几方打野 成功击杀塔下两人 我们回顾这一波战斗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对线卡莎的核心思想 就是不要被他处罚爆将伤害 前后的拉扯非常重要 自成电章效果后呢 最好等电章消失 再上前对拼 二注意与队友之间的技能交互 例如牛头这里将卡莎顶回 我们选择卡莎使用Q技能 但因为卡莎击退时间还没结束 导致我们Q技能并没有命中他 所以以后当我们遇到队友 有强势位移技能时呢 尽量等他们落地后 再使用Q技能 与确保技能的命中率 好了让我们回到游戏 现在让我们照常 把兵线推入敌方塔下 然后回到有真眼的草丛里 安全回程 确保不会被卡下W技能的 超远距离给打断 回押后呢 我们补出一个小弯刀 两个攻速短剑 再次购买一枚真眼 购买这个真眼呢 也是因为担心线上插底 就被敌方排掉 所以再带一枚 确保对局中呢 时刻有一枚真眼在场 因为回家之前呢 我们把兵线全部推进了 敌方塔下的缘故 所以我们上线后呢 现在的兵线是差不多在中间的 甚至更靠近我方一点 那么辅助牛头是有很好的位置 可以接近敌方下路组合 在Q起两人后呢 我们利用E接近 打出平A后衔接Q技能 被敌方脱离攻击范围后 使用W收尾杀掉卡杀 把被动A出后 已经没有技能 果断再用大招斩获泰坦人头 拿到双杀 接着回头清理兵线 让兵线进塔 再次吃掉两层镀层后呢 回到有真眼的草丛里 安全回城 回家后直接逃出破败 此时我们的战斗能力和回复能力 都有着不错的提升 回到线上后呢 发现敌方双人组并未在线上出现 敌方打野的也没有出现在地图上 所以呢也是先选择控线 保证安全的同时 让敌方漏惊艳漏补刀 敌方下路组合也是知道啊 在这个时间点肯定是没有于我们一战的能力 所以只能远远的用W补刀 不敢上前 接着看到几方兵线靠拢 所以再次选择快速推线 把兵线推入敌方塔下 让自家辅助在兵线空当期 有时间去做更远一点的视野 辅助做视野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往河道走 千万避免辅助去做视野了 我们单独一个人在线上吃线的情况出现 等待辅助回来后呢 再上前推新一波的兵线 在等待兵线重置的期间内呢 我们观察到中路发生了战斗 也是果断前往支援 不过因为几方上单回家 敌方上单支援赶到啊 加上我们第一时间闪现没有好 所以被敌方中单给击杀了 虽然这次支援没有起到效果啊 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支援的意识 当我们推完兵线后呢 并不是每次都要去磨渡层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啊 如果感觉A塔有危险 那我们就应该多观察地图 有机会呢也可以叫上辅助 一起去中路发起干客 或者去野区支援队友 复活后呢 发现敌方兵线快要退入几方塔下 所以也是直接把神奇之鞋 升级为了攻速鞋 增加移动速度 抓紧上线的同时呢 增加我们的输出频率和连招流畅度 在清完塔下的兵线后 队友地图示意帮忙查看 几方红buff区 不过没有发现敌人 但是因为几方打野此时在上路敦服 短时间内并不会赶到下路收取buff 那这个红buff就会面临一段时间的空置 敌方打野呢 又可能会入侵偷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 替我方打野收下这只新鲜的红buff 接着我们回到线上继续推线 此时系统传来几方打野 成功干渴到敌方上单的信息 虽然我们打野抓了对面的上单 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此时敌方的打野还未露面 对方打野在看到我方打野在上路后呢 很有可能来下路寻找机会 所以我们推完线后呢 不要着急压境 暂时先在后方等待下一波的兵线 再次推完新来的一波兵线后呢 发现连敌方中单也不见了 在敌方中野军miss的情况下 我们能得出的信息是 对方有可能要对我们进行四包二的战术 如果敌方中单长时间不出现在事业里 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后退 不给对方机会 不能成为对面的突破口 哪怕少布几个刀 甚至于送两层塔皮也无所谓 好在我们从小地图上 看见敌方中单又回到了现场 确保不会被四包二后呢 我们也是果断把身上所在的针眼 放置到浅草 确保浅草也没有视野 加强压制 只是目前呢还是不知道敌方打野的位置 在不确定敌方打野位置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贸然去推他 先掩护敌方打野击杀小龙 在看见地图上峡谷先锋的图标消失后呢 我们也是知道了敌方打野在上路的信息 既然敌方打野在上半区 那么我们的此时就必须要果断快速回到线上 清理兵线 敌方也是知道 没有打野的他们没有防守能力 直接退后 让我们清取医学塔 宣告对线期的结束 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 给大家解释解释 开局这位如仙玩家为什么不带磨坑的原因 我们先分析阵容 上单凯南 中单渔人 AD是卡莎 补出是泰坦 这把敌方上中辅四人 均有着不俗的魔法伤害 那敌方这么多的魔法伤害 他还不带磨坑 是不是傻呢 我们现在往下看 只见他回家后呢 毫不犹豫 直接在第二件装备就补出了隐魔刀 所以其实这位玩家在开始对局之前呢 就已经想好了第二件装备会出上隐魔刀 所以才在开局的符文水平中呢 戴上了护甲 先补充护甲 过度一些前期线上对我们造成普攻的物理伤害 以及敌方打野的物理伤害 对线期结束后 再补出隐魔刀增加魔抗 以对抗敌方的大量魔法伤害 这样呢 双抗都有加持 不至于只有魔抗没有护甲 容错率比只有魔抗更高 所以呢 这就是开局时 这位卢西安玩家符文碎片中呢 才没有选择戴魔抗的原因 在以后的追剧中呢 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位卢西安玩家一样 在选择英雄的界面时呢 就往后考虑 我们后面会出什么装备搭配什么符文 来增强或者弥补我们没有的属性 每场比赛的阵容都千变万化 小伙伴们尽量根据在选择英雄界面时 就在脑海中构想出这把的出装打法 这样呢 才能在符文中选择提升或者缺少的属性 然后我们回到游戏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到了转线的时间 小一个这边呢 再给不懂换线的小伙伴们深度解析一下 下路一塔推掉后呢 先观察下方小龙是否存活 如果是火龙土龙这类重要属性的龙 我们就可以不要换线 先配合队友拿下小龙后再换 如果没有小龙或者小龙属性不佳 我们再观察先锋是否存活 及上路和中路的对线情况 先锋存活时呢 优先争夺先锋 上路中路哪路对线烈士 我们就去哪路帮忙压制敌方 让烈士的队友去下路安稳发育 守住几方的下路一塔 对了一定要切记 换线后呢 一定要呼叫打野保护我们 否则换线被抓 把自己换崩了就不好了 我们回到本场对局 下路敌方一塔被我们推掉 而上路几方一塔也已经没有了 如果还要转线去上路啊 不仅没有外塔的保护 还会很容易被打野干渴 小龙此时还未刷新 峡谷先锋呢 也早已被敌方打野收入囊中 没有必要去合到这么多资源 并且我们中单此时1-3 敌方中单3-1 处于烈士状态 所以毫无疑问 转线中路是最明智的 快赶到中路时 正好扒起了一波团战 我们现在后排安全距离 使用WR技巧打一波输出 然后EAA闪现Q 击杀掉逃跑的凯南 击杀后呢 立刻向后拉扯 回到安全输出位置 配合队友击杀 愚人与泰坦 不过此时呢 就已经大转特转了 但是这波这位玩家过于上头 对在塔下防守的半血盲僧 有了杀心 追击时呢 敌方卡莎刚好赶到 治疗抬了一口血量 自己呢 也因为扛塔过多 被瞎子换掉了 这波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夸 在使用大招时 灵活的前后拉扯 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东西 比如这里 卢西安呢 本来是向前走使用大招的 看见凯南向我们方向 使用推队棒后呢 也是果断往后拉扯 所以以后呢 我们自己在实战中 使用大招时 也一定要注意前后拉扯 让自己远离敌人的攻击范围 其次就是骂了啊 讲一下小伙伴们 在实战中的通病 看到残血时 总是急于输出 但不考虑对手的技能 敌方的存活人员 以及自己的输出空间 老是盲目打输出 不管不顾 很多次死亡了 其实都可以避免 一个ADC玩的好不好 和他的死亡次数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说让大家 所谓着不要上前输出 而是我们要避免 不必要的死亡 和地方一个普通人员 换人头很不值得 毕竟作为一个AD啊 死一次就会影响装备等级 团队呢 也相应的很多事做不了 所以呢 需要先确保自己不死 才能不断节奏 不死呢 才能打钱吃经济 等级经济跟得上 才能有足够的输出 打出收割的效果 当大家什么时候 能在一场对局中呢 没必要阵亡的次数 少于三次时 我们就进步了 少于两次时 我们就强大了 少于一次时 我们才是真正的提升了 如果一局比赛中 一次不必要的死亡都没有 那么恭喜你 你的实力 已经不是当年的你了 回到对局中 此时拥有大剑的 我们的中路 继续推兵发育 因为此时呢 队友都没有在附近 所以呢 也是万分小心的归缩塔下 但是没想到 敌方泰坦居然闪现大招 鱼人也从侧翼杀出 飞飞棒接近 卫上鲨鱼 好在我们隐魔刀CD赚好 多的魔法护盾 让我们避免了 这波的阵亡 击杀掉鱼人后 开启大招 对敌人一顿扫射 不过因为自己血量较低 并且没有技能 所以也是先清兵回血 等待技能CD 在己方中单支援到场后 再上前打输出 配合队友击杀泰坦 随后稳稳的拿下 敌方中路一塔 回家后 选择了考尔菲德的战锤 这个装备呢 既可以合成西兰刀 也可以合成大隐魔刀 还有10%的CD 性价比呢还是很高的 随后是近两分钟的发育时间 没有什么细节 我们直接跳过 时间来到21分45秒 敌方牛头做事 也被敌方野区埋伏 看见鲨鱼封路 而我们也是来到后方 使用大招打第一波输出 不过被泰坦勾住 加瞎子一波 而闪踢回 我们果断闪现过墙 拉开距离 隐魔刀再次救命 先A兵回血 顺手击杀掉逃跑的鱼人 再利用EAQ连招 收下凯南人头 凭借风龙buff 追击逃跑的卡莎 最终拿下三杀 赢得团战 虽然这波团战 我们拿到了三杀 但是这个团战胜利的关键 其实在于我们第二剑 出道的隐魔刀 所以说根据阵容来 选择出装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呢 在接下来的一波团战 也深有体现 时间来到23分30秒 敌方小鱼人卡士 也接近我们 一起能拉开距离后 对我们丢中鲨鱼 此时敌方凯南 也从侧翼闪现大招进场 我们立刻开启 刚购买不久的苗表 规避了一大波伤害 最终不费吹灰之力 零换四 零下团战胜利 拿下那时难决 敌方连续三波团战失利后 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一路高歌猛进 推掉敌方下落水晶 自然轻松拿下本局胜利 那么本局整局金奖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回顾最后三波团战的胜利 其实我们都没有太多高难度的操作 除了合理的前后拉扯以外 更多的是因为有意识地选择更合理的装备 如果不是我们有先见性地 买出了引魔刀和苗表 那这两帮团战很可能都要失利 所以在以后的对局中呢 遇到敌方魔法伤害较多时 可以优先出个小引魔刀 遇到突进英雄较多时 可以优先出个苗表 这样呢很多时候 都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再给小伙伴们带来一个套路 只要能使用成功 我就敢保证面对任何下路组合时 都会有自带的开局优势 它就是万金油卡线套路 给不同卡线的小伙伴们解释一下 卡线就是自己英雄先去拉取小兵仇恨 然后脱离仇恨 让敌方大部分小兵呢 都攻击自己的第一个小兵 让敌方上线时 能少持到一只小兵的金币和经验 我们就会比敌方先一个兵到达两级 开局呢就能通过兵线 造成细微的等级优势 从而压制敌方 这个方法用对了呢 这个套路是对任意下路都可以使用的 当我们是强制组合 就可以强上加强更加强 当我们下路组合强度不如敌方时呢 就能弥补劣势 实战中我们打野是上面buff开始呢 或者我们可以主动沟通打野 让打野自己单buff开 或者上方buff开 然后呢我们去靠近敌方的草里 等个小兵上线 小兵快靠近中线时出草 拉小兵仇恨 等待大概两秒左右的时间 然后回草脱离小兵仇恨 一般这个时候呢 敌方的三个远程兵都会攻击我方的第一个小兵 那么这个小兵就会优先阵亡 敌方就会损失这个小兵的经验和经济 面对强势下路组合时 卡线是很重要的 利用卡线的优势进行推线压制 这个方法百事不爽 无论是什么强势的下路都会被我们压制 如果是和自己的好机友双排下路 我们还可以让自己的辅助学习卡线的操作 让辅助去卡线 我们去合到骚扰敌方 延长敌方的上线时间 更能确保敌方会因为这个卡线漏掉经验 从而进行更深的推线压制